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聚焰堂 今天會很開心 請一位美女 Eugenia 想來跟大家聊聊天 她就是Joe Gibb的創辦人 一想起Joe Gibb 當然是去旅行 你當然有很多香港人 經常去旅行 這個新的業務 讓Eugenia先聊聊 Hello 你好 跟你的觀眾大聲招呼 介紹一下你的業務是什麼 Hello 各位 我是Eugenia 我是Joe Gibb的創辦人 我們公司顧名詩和名字是一樣的 是租旅行行李箱給大家去旅行時用 其實我們除了租旅行李箱 現在還發展到有BB車和小朋友李箱 是給親自旅行用 他們也可以一起用這個服務 Eugenia 我想知道為什麼你有這個概念 有一個租行李箱的服務 你很喜歡去旅行嗎 本身是 通常都是這樣 創業都是這樣的情況 對呀 而且我本身是在航空公司工作的 所以我經常會看到別人用不同的行李箱 大呀小呀 然後有一次跟我先生去台灣旅行 我就看到有一間 就真的好像我現在這樣做租旅行的公司 所以我就那一刻覺得 而且它的店鋪是大到好像專門店 我初初以為是賣行李箱的 就是某一個品牌的專門店 是很普通的事情 原來是租的 我覺得為什麼可以租開到這麼大呢 我覺得真的可以做嗎 我覺得台灣的房子是比香港大很多的 其實擺個結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我就會覺得為什麼香港不行呢 既然台灣可以做到這樣的規模 我覺得香港是有得做的 但是我當時沒有做過生意 我老公是做了生意的那些生意人 我就問老公我覺得OK的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上了開河的 但是我回想想想想 其實我覺得Logically是很可行的 而且好像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概念上是很OK的 然後我初初我老公都會說 唉你又不是做過生意 他也是當我可能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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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而且他根本不覺得我會是想這些東西的人 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就說不是的 有一天他會說老婆 我覺得真的可以 所以他會覺得可以 就是不需要計算一下數 對啦 對啦 經常說那些數字 就不像我們這些主婦 就是想一想可不可以 那我就覺得 如果一個做生意的人都說可以 那應該是可以的 那就one out去試試 所以就有可能 其實我們正式註冊 可能是去年4月 但是我們最初是 就是自己的朋友 或者家人的圈子去嘗試做這件事 看看他們覺得怎樣 那時候應該應該是追溯 一三年的事 然後又問他們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那慢慢才開始正式去 去註冊 開個項目去做下去 那生意就慢慢開始了 雖然我們幾個時間 那是不是真的 看到香港人喜歡旅遊的一個習慣呢 就發現你的生意 從最初開始成立到現在 是不是一直在上升 可以分享一下嗎 最初我們的規模 小到不得了 可能只有幾個行李箱 然後到十幾個 因為最初根本不知道 那些人喜歡租些什麼 究竟是不是用布行李箱 鐵行李箱 硬行李箱 哪個牌子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我去租給別人 一定是和來出去幾百元都買到的 或者去買一些品牌 或者去開倉價 那應該要的品質是有些不同的 一來如果我租借來說 我可以耐用一點 耐租一點 那你用起來 你就會覺得我值得去給你這個價錢 那起碼我就會選一些 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品牌 那所以我就會可能 開頭選一兩個大一點的牌子 那接著 那些人就可以了 然後我再選一些 不同價位的牌子 因為我就覺得 其實我做這個生意 除了是賺錢 那另一方面我也都想 但是給大部分香港人 可以用到這個服務 不論你是住公屋 你住屋 或者其實不關你那個層面的事 那什麼人都可以租到 所以我會有不同的價位 那門檻相對是低 那所以呢 開頭就會是少些人去接納 那慢慢我們有宣傳 或者教育一下 對 還有其實現在很多 譬如你工作的空間 或者用很多東西都可以租或者借 那所以就慢慢的人會接受多了 那所以其實那個營業額是慢慢升 但是那種不會爆出來的那種 所以其實是一種好像教育的工作 就是我平時問姨媽姑 或者是媽媽的籠帶拿個行李箱出來用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要租一個行李箱呢 很多人還是有這個思想的 那你很難一時間去改變他們使用的模式 你要慢慢慢慢 但是很多我們的客人 用完之後都會覺得 那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們又送上來 我又不用出去 我只是上網填一張行李箱 那個數目就可以了 那他們都會和一些同事 和朋友慢慢的輸入出去 那我想我經常講過 其實這件事都很相似這個大維的概念 而且剛才你講過 有些人都未完全接受到 我可不可以說是因為歲數的問題 因為可能長輩就覺得 租了一筆就是用了它 那你買一筆也是自己的 通常長輩都會這樣想的 那新的一輩可能沒有這個概念 那就容易租一些 會不會是用你的服務的朋友 你的歲數都比較年輕一些 一般來說 我們大部份的目標會是 類似20到36歲左右 這個年齡層 因為他們會比較 還是很Flexible 很Adaptable去新的事物 以及會更新的 但其實長輩的都有的 可能我見過有些是 媽媽或者兒子幫爸爸媽媽租 但到我去留的資料 就是爸爸媽媽的 當我聯絡客人的時候 他就會說 他好像不完全不知道自己租了一筆 然後我就會說 因為我要確認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租了 如果不是 我沒有理由會給別人的資料 你看去確認那個單 但他就說 原來是有個女兒幫我租的 原來他也不知道 會有這些趣事 所以其實有些會是這樣 我幫我媽媽租 我用我的名字租 我給錢 然後送去旁邊街 媽媽家 或者一人一個 因為反正一家人去 會有這件事 挺好的 聽上去 剛才你說送上門 第一件事 家人不需要放行李箱 另外一想到要拿行李箱 拿回家才收拾行李箱 我想想起這個動作都很淹滿 都沒有想做 但是很好 有一個服務可以送上家 會不會是這樣的原因 令人更加地 覺得很方便 增加了他們預約你們的一個機會 是的 其實我們開始想 做這個服務不難 去租給你 但是整個服務 我們想怎樣可以令他優化一點 要求勤的部分 令你除了去想接受這個概念之外 其他東西基本上我們都幫他想完 你只想租還是不租 其實主要就是這樣 但是很實在 做生意來說 你的人的成本很高 你送到上門 其實這部分都佔不少的 可能人工 時間等等的事情 而中的行李箱可能相對 你見到可能都不是太貴的部分 你怎麽為了 這件事的成本 或者可能 現在旺日子 例如Christmas 暑假 可能會很旺的 走很多場 那怎麽處理這個 特別上門服務的部分 其實呢 暫時我們就不是很賺錢的 說真的 但是為什麽我都堅持了 這是我覺得我們公司的服務和其他不同的分別 亦都是我們重點想告訴別人 為什麽要選擇我們 因為除了你行李箱可能 我隨便開一間公司 我放一間行李箱 我都可以租給你 為什麽要選擇我呢 那就是因為服務 有很多時候你選一間公司 那麽多間都做同一間服務 為什麽我要選你呢 因為你的服務的質素 令我覺得 我不用想 很方便 我只是 take it or leave it 還有我的選擇 亦都比很多人多 所以你一定會選到一個適合你的 即是不論便宜不論貴 不論你的預算是多少 所以這一點是我會堅持做的事 當然成本一定是不便宜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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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就算天水圍 元朗都送回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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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成本 就是manpower的薪金 以及hours也是 你送過去來回 對呀 那你的衣箱也不知道 是包起來的 對呀 所以這個成本計算 在生意上面 都要算準確的 應該這樣說 我們看的比較長遠一點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應該不是兩年就收拾的 希望 我的嘉賓是可以長度長有的 對呀 我本身對這件事很有信心 但也希望 因為現在他們不是很 不算是很大部分的人 接受這件事 所以自然那個Pool是比較小 但是 當我做了某個薪金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profit 對呀 我是指摸這件事 對呀 還有相對的 我想 除了一些 一般用家自己找你 可能會和一些網站 例如旅遊網站 掛勾等的事情 還有很多空間 還有現在說真的 送外賣都可以 找人part time去做 不知道 你教了某些員工 可能有多些選擇 多些人幫你送到整裏 某程度上 可能整個架構 會更加完整 一隊隊 幫你送行李箱 可能整件事會更加理想 都不出奇 當然 這個是生意上的一個模式 當然一定要有些顧客 顧客部分裏面 其實現在你說的 那個小數人很年輕的 其實他們的pattern是怎樣的 是不是 有三個月有錢就去旅行 那些客人怎樣 可以分享一下 用你的服務的人 現在其實很多 現在便宜很多 你無端端一陣坐在辦公室 突然間看到Facebook 又有連結 然後便宜 很便宜 然後上班 其實就是在9點那一刻 去逼個票 然後才可以去公共 逼不到就很專心 繼續工作 所以其實旅遊的成本低了很多 也不像以前那樣 要暑假、聖誕才去 現在的pattern開始是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都可以去旅行 也不需要計劃很多事情 所以旅遊裡面很多的element 包括你現在租行 我希望是其中一樣 他們考慮的事情 或者你去機票、酒店 全部都可以在網上 即是手機、網上做完 便宜了 那已經處理完了 是啊 所以他們現在變成 現在是無分季 而且他們這件事 都想得到最便宜 既然我這麼便宜 那張機票 我沒有理由酒店有這麼貴 我也沒有理由整個配套 加起來 我要超過這件事 所以 為何我們會 例如我公司 我不會有按金 啊 那這個劑怎麼辦 啊 很實在的 沒有錢的 這個劑就怎麼辦 你的按金也不收 這麼好的 雖然我的客人第一個反應都是這樣 你有沒有按金 你又送貨 那你想什麼 就是這樣 是啊 我也是很正常的客人 是嗎 但是 剛才我看的是前景 還有我不介意 或者這樣說 我不介意先試口罩 是啊 但是你的行李箱可能會很漂亮 嗯 我會保持得很漂亮 哈哈 那很失望我的客人 我很疼她 當然 你仍然有這個熱誠 是因為未試過不見行李箱 是嗎 未試過被人拿走了行李箱 你也知道共享有很多東西 內地有很多時候有些東西沒有了 拿走了 都會有的 是啊 暫時沒有這個情況 但是你擔不擔心呢 或者你的客戶是不是一個本地人多 所以就沒有什麼失事的情況呢 我們暫時就 只是香港人 是 因為我全部都是要有身份證的 OK 因為 那要確定她真的回到香港 我不會借行李箱給別人回鄉 那就不會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就收窄了那個法文 還有 我的客人一定要買旅遊簿 嗯 因為我覺得 我也會去優惠他們 其實幾十元或者八元的旅遊簿 真的不要節省 現在不是說 為什麼要付錢的問題 而是那個 安全意識的問題 是啊 跟你買保險一樣 很多時候你不買的東西就發生了 是啊 是的 而且是一個保障 既然失溫可以買到的東西 你又不用憂慮那麼多 那為什麼要節省呢 而且既然你想到去租行李箱的話 那就更加應該不要節省 其實有需要的人在外地 有很多東西很難處理 除了有財物之外 因為你的行李箱也是財物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什麼事 健康上面或者醫療等等 需要醫療的話 你就很發現 旅遊保險是很重要的 這個安全意識 我都覺得要推廣一下 你剛才說要他們買保險 又不用給按金 是不是這樣的原因 更加多一些的朋友 說拿起行李箱走 成本更低 所以就會用你的服務 是 因為我要令門檻最低 門檻低 其實最大的錢是那個 如果是租行李箱 在行內 應該這樣說 有些可能 現在低了 可能因為有競爭 你加上一個帽子 可能由幾千到現在 低到一千元的按金 但是我連你這個顧慮 我都生存了 因為它的價值再低一點 我至少 我連一千元都不用給你 我全部都放進去玩 對 一千元 買多一點 你在客人的角度 你當然不用給你幾千元 如果這個東西 因為未普及 在外社的角度 我未普及 我要別人去試 但我要你試 我要你給我幾千元 那我不如我不要試 我買張機票 都是幾百元 那我幾千元 放下給你 那我少了幾千元去購物 吃東西 或者我摘在袋子 暖一下也好 是不是 那為什麼我要給你 你比較熟悉 身帶 是做一些好公司的機具 警掛 你是先世者 我也是先世者 我都很明白 或者有些好似 主婦的心態 我們是主婦 所以有時候 省著省著省 不是我給不給得起的問題 是 為什麼我要給你 是 我剛才說過 除了你要想租還是不租之外 其他事情你不需要想 意思就是這樣 你不需要擔心 我有給不給得起 有多少錢一天 沒有按金 送貨 我又要下班 在哪裡等在地鐵站交收 你已經很隱瞞 對 是那件事很麻煩 例如我要按時按後 我突然在OT 我又要通知你 又要拖著行李箱 可能有人覺得不漂亮 對 連這些所有事情 你不用想了 總之 你肯去試這個服務 你一定會愛上它 永遠都是 如果一休真的服務 用完之後就走不出 走不出你的手指 有時候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去旅行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都會去到最後一刻才收拾東西 那些事情最好就是 一直在準備 你還要想我還要出去 要搞些搞弄 整件事就減低了一個開心的指數 有這麼好的服務 其實行內你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威脅 是的 我相信 是的 看看競爭者相對地 因為你的緣故 可能他有調整個案金 或者是銀馬等事情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在這一行 租金的部分 門檻不算太高 所以很容易 變成你競爭者 因為我放了幾個行李箱 就可以租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 你這個行頭 其實如果純粹說 我只要買一堆行李箱 放在那裡 我開一個項目 然後我租給別人 其實真是容易到不得了 但是 為什麼不是這麼多呢 是的 就是因為 如果你要做到像我一樣 你要負責的 你要先虧的錢會很多 或者你要不知何時賺得回 你有沒有那個 信念 或者你會不會肯 這樣去投放這些資源下去 做了先呢 可不可以這樣說 不是一個賺快錢的一個行業 是的 都需要守 可能要建立你的基礎 搞好東西之後 慢慢長遠 你看到前景 才會令你肯入行 肯現在 守住的原因 是的 因為我很堅信這個概念 是一定可以的 而且一定可以普及 因為很簡單 你看Wi-Fi 彈 Wi-Fi 彈 由開頭沒有這件事 到現在 整行整市 甚至 好像頂難事一樣 便宜到 都不知道多少錢一天 吃飯都已經不止了 這個價錢 但是仍然很多人去用 或者仍然可以生存這麼多公司 何況只不過我們行內 這麼少的數目 那會不會是香港 這個行頭 對很多人來說都算是新的 就是租金的部分 會不會是台灣 或者外地的地方 這個是很成熟 因為你也是從外地看到回來的 是的 台灣 外地的情況 我看到台灣 因為我靈感是來自台灣 我也有去更新他們做些什麼 其實他們也可能發展到 那邊的租金比較便宜 所以他們可以開到一些門市 是 放到不得了 也不是很多 可能他們會是台北一間 台中一間 但結果數目是多選擇 他們不是放很多出來的 我不知道他們做的那個 跟香港可能有點不同 因為他們的做法 不是那麼多牌子 他們可能集中一兩隻牌子 還有他們有賣一些旅遊品 還有他們會有一個好像 發展的地方 他們有一個好像發展的地方 給他們的會員 在電腦搜尋一些旅遊資料 或者有一些雜誌 總之有一些資料 你可以入賣一些三五之幾 朋友或者一些不認識的人 總之旁邊的桌子 剛好可以去旅行 然後可以聊聊聊 然後又聽到一些 原來去這裏玩可以這樣 可以去這裏預約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給別人去 有一些旅遊的知識 又可以傾談 又你可以玩 有群組 可以收心朋友 可能有意外的收穫 都覺得 那些東西 年輕人一起玩 是很容易的 你知道平常都要付錢 是嗎 可能是你另一個發展 會不會排除 我其實真的挺好 香港的租金貴 很多東西要想過度過 一定可能要去的很成熟 或者真的有這個需求 我們都會考慮這樣做 台灣之外 世界各地或者外國 會不會有這樣的服務 其實我們即將會宣布 一個新的服務 我們現在提供的 你限於在香港租過行李箱去其他地方 但我們會想 那時候有個朋友跟我說 那不如你在其他地方又給我 我會想 其實不是不行的 經過我們找了一些合作的夥伴 其實現在 如果你們租了我的行李箱也好 或者你沒有租到 去到突然間需要一個行李箱 那你也可以通知我們 我們可以在工作天計 例如你今天跟我說 那我可以明天的辦公時間內 可以送到你住的飯店 那當然你要確定你的酒店 是會幫你暫收這件貨 那你連在酒店房等他來的時間 都不需要 就是你出去逛家吃東西 那回來就拿著行李箱 回去就收拾了 這個十分之好的服務 就是要什麼有什麼 現在暫時就 日本、韓國和台灣會有 因為這幾個都是香港人很熱門去的地方 還有會買飽行李箱的 可能性高一點的地方 很多朋友都聽到 那些朋友好像回家 你回家了 是應該去日本的 經常都挺好的 這件事就是 拓展到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在實際上 用途上可以吃正香港人的心態 但是反而 譬如剛才問到外國的地方 可能因為沒有香港人 那麼嚴重地 經常那麼密 去某些地方 所以可能在外國部分 遭遇這樣的概念 未必可以走得這麼盛行 會不會有什麼情況 其實我也有想過 其他某一些國家 不過我就 可能在做研究 去瞭解一下 他們的消費模式 因為可能他們的旅遊模式 跟香港人不同 他們的生活質素 可能要求不同 在什麼地方更大 香港沒有地方更大 對 香港人真的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是一件很實際的事 你省得當然是省 但外國可能 例如台灣 已經帶香港幾倍這麼大的房子 其實我放一個行李箱 可能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不過其實都是那個道理 其實對我來說 為什麼有時候 我的客人住房子都會跟我租行李箱 我最初都會覺得很驚訝 我也會問他們 但他們會覺得 其實我的房子大 不代表我用來擺行李箱 我走多兩步也好 我這麼大 我就是要一個空間這樣 我不是要這麼大 好像貨倉一樣 所以其實理論是一樣 還有有時候 住大房子 他們自己都會有一個系列的行李箱 我用了A brand 突然間我租了B brand 整件事就很不靈 你問這個問題 我又在想 其實喜歡租行李箱的朋友 會不會像名牌手袋一樣 自己的沒有那麼貴 但租可以選一個品牌的行李箱 好像帥氣一點 還是襯衣也好 其實有這種心態嗎 年輕一點的會 例如大學生那些 例如R字頭的牌子 他們會 說可以的 我還可以說一下 他們會說 我沒有用過的Mora 我都不知道 我又不是摸過 我又不敢走進去專門店 去拉 但我又不是買的 我打算 我現在可以租幾百元 我負擔得起 你的Instagram也漂亮一點 對 出來整件事很帥 我用幾天 甚至我下次可以換另一個款 換另一個顏色 他們是很瘦樂的 而且會廣泛地跟朋友和朋友說 而他們又不會覺得 一兩邊 他們不會覺得很懶惰 有些 很開頭的時候 有些客人 譬如說 可以幫我按讚和分享 很正常 他們就說 我可不可以遲些 我剛才買了一些照片 上Facebook 不想讓人知道 我是租的 是 我便想 我便想 這是中國的一個態度 就是覺得 很簡單 最早期 我們帶食物去吃酒 你想想 例如平日吃完的食物 靜生那些 覺得好像很休假 你不能吃什麼 在家裡 你也知道人家都會這樣 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懂得吃的運動 其實你打回來 是型的 是潮的 還有澳環境的 整件事 年輕人都會做這件事 剛才你說過的概念 華人社會會覺得 你沒有錢嗎 你保持這個州 你去旅行 這可能是父母聽得多 就是華人年輕人 這個概念 某程度上 正正我問 為何會年輕 是否更多 因為長輩經常都會覺得 問這東西 好像不是那麼好 又或者你 是不是真的沒有錢 有時候有些長輩 有些想法 既然現在開始 你已經做了很好的Education 大家可以覺得 是小事 是型的 甚至是環保也好 又或者 令大家覺得這件事很OK 剛才說過 共享經濟也是很普遍的概念 當這件事普及的時間裏 就不再擔心 覺得自己 不能放上Facebook 沒有被人知道 只要讚好你的項目 現在好很多 這是很開頭 可能早一兩年 其實不是一個進化嗎 現在沒有人這樣跟我說 你不租 你真笨 你用這樣的價錢 可能用三分一幾價錢 又不用買 其實相對於你的生活質素 和你旅遊的質素 都提高了 你家裡多了些位置 你家裡相對大了 那你會住得開心 你去旅行的時候 每一次用不同品牌的行李 每一次你會覺得 我的機票又便宜 我的酒店又便宜 然後我省了些錢 我租了一個行李 我又可以用我夢寐以求的行李 或者我有空 總之想換一下 整個經驗是提升了 當然是這件事不會加重你的負擔 對 過程本就不算太高 整個旅遊過程的體驗 真的就是開心 開心 加上 我有個漂亮的行李 整件事拿到行李 很帥 真的 本年青人更需要這件事 以前去旅行的時候 有太多的計算 這個年青人的心態了 剛才你說過 你還有工作 連嬰兒車也有 家庭的市場也有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家庭的市場 家庭的旅行者 他們的需要和面對的困難 你怎樣幫到他們 因為我自己也是個媽媽 所以我都明白 有時候帶小朋友去旅行 不是不想 你聽的時候很開心 但是 在過程中 你就會覺得很敏感 很大力 很麻煩 尤其是 你上飛機 通常人們會有個嬰兒車 去到飛機後 然後就要確認 然後下飛機之前 你永遠是最後等下飛機 然後就要等下飛機 然後又要到行李帶再等 所以為什麼我們租過的車 是車廂尺寸 即是它可以不用進入 你可以直接接上飛機 那一下飛機那一開門 你就可以直接放嬰兒進去 就推就行 整件事就輕鬆很多 還有等少一件事 還有一個方便 我自己覺得 你在香港也好 或者在外國去旅行 你去吃飯 很多時候因為你從大到小 你選的餐廳是很局限的 你要很空間的 你又怕吵到人 然後車又不知拍在哪裏 你放在門口又好像 阻礙人做生意 那別人不會遇留一個位置給你 但是那個大小 剛剛好可以放在椅底上 那你是不會阻礙的 那你走的時候就這樣用 很方便 對 還有本身有個帶 還有一個煙蓋 那你有一條帶 還有新的那一袋 已經是有一個PADDING 那你背就沒有那麼辛苦 所以我選擇那個款式的原因就是這樣 還有家裡去旅行 很多時候就有很多垃圾東西 是的 那你的嬰兒車 下面是我來放垃圾東西的 其實我不是放小朋友的東西 但多數都是放大人的東西 即是你的戰利品 你的袋子 水瓶 那些CLICK CLACK 所以為什麼我會想起小朋友的行李箱 就是這樣 其實當大人有這種經驗的時候 小朋友都很想體驗一下 爸爸媽媽經常拖著行李箱 我也很想拖 其實我有留意過市面 很多不同的小朋友的行李箱款 我們現在即將會租出的那一隻 除了是一個行李箱外 它還是一個BADBOX 它可以extend做 好像你飛機的那張椅子 它可以有個cover 有個matris在鋪 就會變成像一個lick rest 例如小一點的BB 因為有時候你的暑假檔期 很多時候一家人都會拆開草 而且不一定在第一行 還有可以有BB床的位置 如果是一些中長途機 父母是會很辛苦的 即是你睡不到 你一下機的時候就瘋了 那BB就瘋了 所以如果他睡得一個好覺 大家你好我好 全機人都很好 是 影響是廣訓的影響 我真的試過在飛機小便 有時朋友發猛震 你都很猛震的說真的 是啊 然後你已經 整個旅程 最初已經瘋了 你小便可以兩歲左右 你都可以這樣平躺 你到大一點 可能三四歲 就當作一個lick rest 可以給他 好像平時浪梭化腳 他們都可以睡到 而且我見過 在飛機有兩個小朋友 他們可以這裡鋪完之後 平時就是這樣睡 頭在這裡 但他就反過來 兩個頭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睡到兩個小朋友 可能大哥要屈一點腳 但起碼你可以睡到平 睡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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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到平的睡眠會更好 我覺得媽媽也很明白 所以說小孩子睡不足 睡到平時可以做你的事 睡到平時可以做你的事 或是甚麼 看電影 睡到平時也會少一點 在他去旅行的時間 裡面有些很隨身的東西 即是他抱著睡的公仔 或是外套零食 少許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裡 還有一般小朋友的用途 因為我試過 我們拍一段影片 直接找我兩個女兒來試 因為你媽媽也來 對 我只是用給別人看 究竟是可以用到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見小朋友用的行李箱 到頭來都是爸爸媽媽拿的 對 很正常 到頭來爸爸媽媽又要拿到我行李箱 對 對 所以我有些朋友做父母去旅行 一想起跟小朋友去旅行 打仗 即是他知道要去 但情感上的感受不太良好 因為更慘 在香港還有飛鴻幫忙 去到自己的大飛鴻 整件事只是收拾那一刻 已經不知怎麽算 因為都頗好的選擇 而且讓小朋友習慣一下 自己負責自己的東西 應該要 你自己收拾你喜歡的 smack 或者公仔進去 那這個就是你的 對 這個就是你的 媽媽爸爸的suit case 每人都有自己負責的東西 他就可以練習到自己 開心的 當然自己可以拖得回 自己可以隨時拿出來 鋪床 當然可以教他去收拾東西 對 整個行動 令他的經驗 將來慢慢長大 他又會懂得自己 去負責自己的東西 自己去收拾行李 那你呢 父母又會輕鬆一點 其實為什麽他去旅行 有時都會多了 父母帶小一點的小朋友去旅行 有很多都在說 起碼多一些經驗 人生經驗 眼界等等的事情 如果在一些硬件上面 你們可以幫到手 甚至乎可以加多一件事 令他自己有責任感的話 整個旅程 整個體驗 就開心很多了 而這件事 因為沒有辦法創敗 媽媽 你這麽仔細 你想想每一個細節的位置 因為我沒有什麼人 我不會覺得 真的這麽嚴重嗎 那會很嚴重 那會逼迫到家庭的需要 因為年輕人 說真的 他們可以拿起東西走 簡單很多 但是你純粹處理痛點比較少 但是家庭的 父母部份的痛點就嚴重很多 我相信這個市場 慢慢穩定之後 亦是一個十分之不錯的穩定 其實香港的親子市場是很大的 對 因為網上平台也很多 親子平台 所以 因為其實我初初 沒有小朋友行李箱 我們現在還在租BB車 其實那個反應 我初初是試的 我自己是媽媽 我覺得去旅行 其實家裡兩三個BB車 香港人是很困難的 但是是不是有一輛 像我所說 可以上到機 又可以放到椅底 又可以飛呢 那我不會為了一個旅行 而買那隻BB車 對 因為那些BB車 我相信平時用可能未必很穩 其實我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用那隻 但一般人可能有其他原因 美麗 或什麼 不會特別再去用一個 你不會為了去旅行而買 而買那架車 對 所以這個其中一部份 你可以處理到 那不相差很遠 而且我通過之後 那個 詢問道 和租出率 嚇死你了 嘩 是拍得住行李箱的 真的 我覺得 原來 原來車那麼重要 哈哈 原來爸爸媽媽 多數媽媽媽 多數媽媽媽 會想得周全一點 爸爸給錢 對 爸爸為了幫忙拿 所以我覺得 你當作一個配套 一個套 有BB車 那為什麼沒有白小朋友行李箱呢 可能我現在想這個款 可能遲些有其他不同功能的小朋友行李箱 可能更方便 或者更加 trendy 令到他們 很開心 嗯 因為呢 譬如你說 你有一個配套 就是BB的BB車配套 等等的事情 是令到你的 可以租的產品 可以租的產品 有多種類 箱子和BB車 和相對的不同 關於旅行的東西 都可以租的 那我就失突其想 你知道這個世界 現在經常講科技 我知道現在 我現在的行李箱很帥 你可以跟著你走 這些智能的行李箱 既然你現在大班的客戶 是比較年輕一點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加一些智能的東西 下去 可能又 令到你公司的品牌 又會不同些 甚至乎可能 租的種類又會不同些 有沒有想過 這類型和任何科技 可以混合在一起 嗯 箱子 剛才說 跟人的箱子 有想過 但是 怎麼說 它的尺寸 會是偏小 還有 就是像是 Cabin Size 比較是 設計好像是 那些行李箱子 因為要插機器 USB充電 或者無緣無故可以開桌子出來 打機器 即是 好像工幹式那種 而通常 一般大眾去旅行 都是越大越好 或者是裡面最好就沒有什麼 加厚 加厚 所以他們的要求 可能未需要越去到電子化 但是當然 我只是想型的 而且 這個損耗率也會高 那個維修的成本之類 因為你租的時候 又會想一下 究竟他們用到的有多少呢 即我們會想這一點 所以我們會先照顧大眾 當然 如果將來有些年輕人 是推薦這些的 我們當然也會引入 因為我們會不停調整 我們的公司 例如你說電子產品 例如外面有些公司 有租航拍機之類 為什麼我們沒有呢 因為電子 我們會覺得 損耗比較大 因為 像你所說 你去旅行第一天就掉了相機 是嗎 這件事經常發生 一點都不奇怪 而且 無緣無故就掉了 又爛了 然後就立即想要賠償 那件事 這個風險 我們來說 會比較大 還有你那個 成本去維修 或維修 整件事 就不是我們想要那件事 而且 因為不停的更新 你不可能會轉得夠它快 當你租A的時候 A2已經出來了 或者B已經出來了 那已經不會再有人租A 那你就會擇住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會專注一些硬件的東西 暫時撇除了一些電子的東西 因為每門生意裡面 都已經很清楚自己 哪些是比較得心應手一些 還有真的都要計一計成本的 有很多東西都 因為沒有辦法的 在這個兆流當中裡面 科技的東西 怎麼都一定有些東西關係 而且只不過在旅行當中 因為我記得當中 真的見過那類很可愛的劫 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 除了名牌之外 如果有理由我告訴你 這個行李箱是要跟著我走的 整件事 放上Instagram就挺好的 當然有很多事情都要客觀去思考 在一個產品上 不能夠租用 在整個公司介教上 租用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用一些科技化 例如Apps 或者簡單來說 System裡面 都已經可以租到 等等事情 有沒有將整個過程 變成科技一些 比較容易處理 我們本身現在是有網站的 上面是有一個 好像Google Form 直接在上面看了我的款 在GIP的照片 錄到頁底 就已經有一個網站 直接可以填 但當然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 預算有限 所以用到做有 這個意思 就把網站做了 現在我們是希望 可以升級我們的網站 是進行中的 所以 因為 優化完服務 就要優化一些硬件 這是我自己想做的 因為政府有科技券 簡單來說 你將公司的東西 沒有什麼GIP 都要做 即是共享 你檢查到 就可以了 有些人是Apps 等等科技 也令事情方便化 管理又簡單 因為很多數據 你會知道 但是當然那件事 就是政府有這樣的 基金支持 我經常說 尤其是剛開始的生意朋友 最好的人給你錢 但當然也要配合自己的 生意部分 因為他們這麼想走 當你公司大些 或者可能GIP的數目 更多些 你就發現後面的Longistic 是可以很煩人的事 因為我都感受到 每個研究 可能你都需要 menu去處理 或者你要去某個地方 到差不多你就明白 需要有得處理 因為現在還未更新的時候 就是我 生命的電腦 你就是電腦 沒錯 到差不多 可能你的生意再大些 的時間裏 真的沒辦法 要借助科技 其實沒辦法 經常都要講 阿里巴巴講 Big Data 的問題 而這個是通常 你創業者最想知道的數據 譬如說我大約會 是甚麼類型的人 做了多久 怎樣怎樣 他們的數據 人手是很痛苦的 我都試過在這裏做的 真的很煙滿的事情 始終是逐個逐個階段 可能這個階段 你一個人都還可以處理到的 你希望這麼上下 生意好的嘛 還有外地的生意 加起來 可能在這部分裏 每一間公司都會有考慮 因為近來我去過一個 類似是 如何幫SME 去有些貸款 或者是有些錢影部分 或者是有些貸貸部分 或者是關於一些貸貸部分 的概念那個workshop 聊天 其中一個speaker 都說 現在開公司很難 定名你是做甚麼 以前可能說 你還在銀行銀行 IT是IT 回計 回計 你已經是混在一起的 真的要加IT 然後又要加IT 我當時開公司的會口 問我是甚麼category 然後我說 嗯 行李箱是甚麼呢 我不是租行行行李箱服務 然後她說 因為我們暫時沒有這個category 我說 你可以撥去Wifi蛋的內裏嗎 但剛好 你的銀行沒開過Wifi蛋公司的帳戶 那你就沒有 我們這些好像是uncategorized 創意創意 新到很多配套 是未能搞定 擺邊擺邊 又好像不是 Artists 是Artists 因為政府現在一直都在推廣 其實多元發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發展 除了是新的 年輕人新畢業之外 雖然有小朋友 從頭市場都很重要 你都有工作能力 多元發展這個社會才更加漂亮 所以某程度上 現在真的很多行業 都真的不知道要搞甚麼 這裡又可以混合IT 那裡又可以混合甚麼 加起來就會變成一個全新的行業 有時候真的 譬如我上來的嘉賓 我都搞不清楚我做甚麼 不如你自己介紹 有些很複雜的那些 其實太多的工種 放在一起 我才想起 其實你這個模式 很好的前景 還有那個需求也要提升 我第一次想起就是那個 Longistic 一想起你租很多的時間 你怎麼處理 如果有機器人 或者電子化 你就會有很多時間 還有很多ad hoc的改變 例如呢 例如那個客人突然說 我的時間轉了 即我本身的日子轉了 你又要去馬上檢查 究竟她的旗還有沒有 反正原來 原來我不是要這個行業 原來我想起 我老婆沒有買到suit case 那個部分 即我沒有check in suitcase 我可以carry on 即我那個行業又要由大行業 變成中行業 或者做小行業 因為現在的預算 有很多都 如果你沒有suit case 的話 你的尺寸又不同了 那你想租的東西又不同了 又或者有些 會突然間cancel for whatever reason 很簡單 又或者有時候是很急的 現在多了一些人是很急的 譬如以前我們經常說 做好了兩三天 但是 你講還講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我好像拍戲 我真的突然間 那個行業爛了 我是不是可以今天拿 我明天飛 通常我們盡量做到 都做給她 又或者 有些客人 有幾個客人 經常在大陸工作 都會租那個行業 即使是小行業 其實我也不知道 正常應該是有行業的 但她也會幫襯我 幫襯你 我明白 其實我想不明白 我會覺得你經常去旅行 應該有的 但可能實在是太方便 又要送你家 是啊 她那些可能是很ad hoc 譬如我今天才知道 我後日要回大陸 那我就要今天或者明天 你就給我 但怎麼辦呢 每個都這麼ad hoc 其實你那裡怎麼安排 因為這個很花時間 其實也不是很花時間的 但是你馬上又要去 那可能今天還有些事情要做 或者要傳給某幾個人 計劃了 對 突然加多一個 你其實是可以處理到的 盡量處理 因為 車就是這麼多 人手也只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 就是要做flexibility 這個就是我們的service 有些事情 你要說不做好意 是 當然 自己是生意 對 自己是生意 我不做你 你會覺得 好 但可能我以後不會找你 但如果這次幫了我 下一次我覺得 這間店是可以的 或者有些事情是可以flexible 不是說我9至6 就是9至6 6點後 我就打死都不送 那你打死時是oncall的嗎 那又不是24 我會是 因為很多人 你不是真的放6點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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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我都不想 我的同事 經常都 送到9點 5點 其實又不是說 可以處理 嗯 都是flexibility 如果你真的很急 我會給你的 我們最初都會想 不如整個附加費 但這些又不是很user friendly 應該不是我們的理念 我們剛才既然要這麼多no no no 我沒有理由無緣無緣無故加錢 對嗎 很不合理 所以 那就好了 就滑了出去 沒有就沒有了 那明顯是滑了出去 對 對很多人來說已經很滑了 當然 我覺得某程度上 每一個創業者 很獨特的生意 或者成功的開初 當然還有很多人 覺得很多人很不認同 很多傻勁 你這樣去找到一個位置 但是當你走得 會轉到一個很實在的位置 雜之其實是很穩的事情裏面 你再走上去 當然啦 將來會不會不排除 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有 income 的話 這些箱子裏面都會消失 而且也是人家印象當中 哇很方便嘛 租劫是不是 一想到就已經到 其實這件事差很遠 希望人家想到 租劫或者隨便說 包上送貨那個 沒有 deposit 就是租劫 不論誰有link 都是我們 代表到 嗯嗯 只不過剛才也說 始終生意上 可能有些後勤可以幫到手 例如上網 他們自己已經查到東西 就好像機票 自己自動已經查到 至少減少很多admin 你會有其他心思做其他類型的東西 這個可能不知道 將來的發展吧 現在我們在更新的 website 就是希望可以做到 做到什麼 例如你一進入的日子 就好像你去查 hotel room 是啦 我有的就給你看 沒有的就你不會看到 那你省很多 是啊 我不用每次來回覆 很多次的Whatsapp Inbox 這些 因為這些全部man power 都是錢來的 尤其是剛才創的生意 雖然每個老闆 可以鐵打什麼都會的 但是老闆的時間 是應該擺在業務development 就不是Longistic這些細緻的部分 但很多時候 有很多朋友就鎖住這個位置 就未能夠可以跳出來 那就做了科技 我也很希望 可以做完那一天 我就不用一下 都要自己搭 自己搭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提到科技部分 因為很多時候 小公司這個情況 當然要是錢 因為你要做一些社會網站 你都要錢 所以我才提到科技捐 可能政府可以申請這些部分 另外 至少你知不知 或者在這個行頭當中 有什麼獨特的方法 在IT的部分可以幫到手 而是減省了你這個admin 甚至乎員工 可以少一些 因為智能化了 你就專注另一部分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科技 可以幫到不同的行業 再走得遠一點 所以我常常覺得有個很大的爭拗點 就是科技是比較快的 老闆可以用最少的資本 做到最多的事情 以及省少一些人 但是對於年輕的朋友來說 就不好 因為少了工種 就是很簡單 數其工 上來搞一下行李箱都可以 對不對 但是當你有一個人 可能電腦已經處理完了 就不用檢查 那就不需要一個人 其實我們也可能要一個人 去跟單 一個人負責送貨 其實我們現在的員工 都是很少的 新公司通常都是這樣的 對 少到最好可以不用就最好 對 我接著機會去了 電子車 將來可能有智能車 對 你的點多到隨時有地方拿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它的發展可能會有機會處理到 因為很多時候的公司或科技 為什麼會這麼發達呢 就是講 你假設你完全不需要人 有什麼辦法令到你的行業 所以完全不需要人 它就自己運行 例如看到一些酒店等等的地方 或者超級市場 已經可以有些是完全不需要 收眼都不用了 你自己購買了東西 它自己也幫你購買了錢 整件事很完美 對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好 對 但是你想想 阿姐姐 你做雙銀都沒有 對 所以說科技有辣有不辣的地方 但沒辦法 可能會相對 你一定要多學一些東西 你如何去勞駕你的科技 其實TOTAL 可能那個job的vacancy 都沒有少 只不過各個工種都不同了 對 你變成一個人 你要去做工 你可能就要去學不同的東西 對 新的年輕人當然 更加需要這件事 就算去到不同階段 不同層次的朋友 可能真的要留意一下 這個科技的發展 因為真的很快 你想想 在說幾年而已 很多已經轉了 在說新的東西 因為Apps 付錢已經不需要付錢 連卡都不用 已經是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學 我也是試一試 其實我有些可能都歐歐的 對 在做這件事上 我經常會出來聽很多話 或者什麼 希望我知道有這個產品 如果有這個toons 我可以去用 合不合我是一件事 至少我要認識它 你會知道的 現在 之前 例如Apple Play 或者Samsung 之後 原來未信到香港可以的 整個 可能整個文化 或者給錢的文化 尤其是可能在你們的生意上 都比較經常地 用一個不算很大的媽媽 可能做一些買賣的事情 這些也可以幫助到手 這一季在說 如何推動整個生意 這些外在的資訊 再加上你們自己的support 加起來 令到一個新創育的朋友 可以站得穩腳 有些人說 一家新的公司 兩三年左右 站得穩的話 就站得穩 基本上 頭一兩年都不知道 現在還是經歷階段 其實我們開始 有一班固定的客戶 而且 因為我現在的回收率都很高 通常有租過的 都必定會回頭 還有會告訴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很少會 所以我沒有見過 是租完 然後不租 或者覺得這件事不好 因為每次 我們很喜歡跟客人聊天 趁現在少少地 可以多一點 對 還有 因為我們 自己找個信得過的人 去送貨 對 你都談到兩句 不是擺放手 對 我們送貨的時候 會教你 你懂不懂用 或者 車子怎樣開 怎樣收 或者每一個行李箱的鎖 轉密碼的方式會不同 不一定會 對 所以 就像 溫馨提示 每一次 你不懂 我教你 師傅才離開 真的很好 這個這麼貼心 我以為你只是放下就離開 還要連教育這部分 難怪 那些客人不離開 對 而且你知道 有時候 你不是約那個時間 那些人是在家 很多時候都是 對 對 中央來說 這是一個憂慮 因為你拍車 你要等 然後你要上去 其實都是一個人 沒有人幫你看車之類 拍車的也是成本 當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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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 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多一份人物質 就會令到大家 大家又合作一點 整件事 整個過程又會順利一點 我希望我們 如果我們 如果大了 都可以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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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人們會記得我們 挺開心 聽到 很多時候做生意 就 因為為了成本 為了一個回報 就會剪掉很多人性化的東西 因為 現在麥當勞 你都是 開始剪掉很多電腦 就是 少了一份人性 而難得 你可以透過你的生意 或者送貨的朋友 我也以為你是送去就算 因為 很坦白說 管理處 都很經常幫你收東西 放下就走 時間升 我以為 這一程 都已經是要成本 但原來 你是最重要的 或者這樣說 令客人肯回頭 就是 最重要是去教行李箱 或者去 去 去考慮租行李箱的過程 因為 那個是 一個很決定性的時刻 是 我認識你 我有興趣 但是我不懂選擇 我不知道 因為 大部份人 九成九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行李箱 我總之有一個行李箱 我總之去日本五 我要有一個行李箱 你問他 他沒有一個概念 究竟什麼叫24寸 什麼叫26寸 什麼叫29 28寸 沒有 可能你會說 我有沒有14寸的 但14寸 其實就好像 14寸 14寸 是Laptop的 很小 正常的 是 正常的 十幾寸 也很少有這些 尺寸 他們沒有那個概念 是很正常的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 應該說 有一部份客人 都不會說 就這樣上網看完落單 他就會 WhatsApp 問 inbox 什麼需要 這個就是 我們 人性化的事情 現在那個人就是我 你要賠分一個可以做到這些 我就好像你走進一間店 買件衣服的 售貨員姐姐 就是 你想找些什麼 今天我就給你一些建議 如果你沒有想法的話 或者在你局限的條件下 例如我的預算是這麼多 我就去這裡 我有多少個人 多少個大 多少個小 你想想冬天 下天 你會不會購物 買手信 還是只放自己的衣服 我大概有一個想法 然後 我就給他一個建議 可能我就短筆了某些款式 是 很多人選擇困難症 是 其實我沒有什麼要求 但是我又這樣 我又這樣 我又這樣 其實是有要求的 是 但我無法人都有要求 是 X加7Y 很多人都不行 一定有的 幸而我又是一個媽媽 我又是一個女性 我都明白這一樣 選擇困難的事情 我不介意幫客人去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個過程裡面 建立了一個關係 還有一個可信性 從來開始都很重要 這個人的關係 每一個客人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每一個conversation 或者每一個inbox 每一個message 都很重要 我都不想miss了 或者有人覺得 你都好像不休早 你不回答你 不行 是的 是的 因為現在他們等候的時間 是很短的 可能是 我只能說 萬能的媽媽 你不回答 這一刻都還不行 但在生意上 再延伸的時間 讓你自己考慮 例如 當作多一倍的租金 多一倍的請求 可能你就要想一下 情況會怎樣 例如剛才聽你這樣說 他的問題都大約是那些 會變成一些 例如你網站 可能會變成一些 可能會變成某些問題 他大約可以 大約可以知道 他想要什麼 如果正常的人 例如問流程 或者租用的手續 那我會有一個routine 正常的 是的 但如果剛才我說的 那些 選什麼 什麼牌子好 為什麼這個30 為什麼這個50 就是他們不知道 分別 只是一個大結 為什麼要這樣分呢 你要解釋給他們 這件事我希望保持自己做 人是好一點 因為你這個生意 尤其是很高 你真的有些討論是好一點的 但有些生意 其實沒有這個需要 類似人工智能的回答 我想你也試過用的 有個電腦回答你 說一些話 然後找回相關的答案 但其實很沒有人的感覺 但現在我覺得 那些客人是不喜歡的 例如你經常去問Hotline 很多號碼都會說到人 是這樣的 但你又會在那裡等 然後你就會很不喜歡那個過程 是不是很浪費時間 但如果跟人說 你說三個字 你都不覺得 是 所以這個就是很開心 你的生意裡面 你有這個堅持 起碼都保持人的部分 因為人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問題就是說 因為人的原因 到你客戶的回頭 的率也高 這個可能就是正正原因 為什麼到現在 雖然開了不太長時間 但仍然都很穩陣 客戶很OK 還有你仍然都是對前景很有希望 因為看到你的生意慢慢 或者你的客戶群 一直增長 這都很重要 而且經常有些客戶給我的feedback 令我覺得有信心 譬如臨時 抽個客人來驚訝 或者說 你覺得怎樣 你都做了幾次 你有沒有跟朋友說過 或者有沒有朋友都聽過 或者看他們有什麼渠道 去認識我們 很多的feedback都很正面 我覺得真的很好 有時候我隔著坐車 跟司機叔叔 我會聊天 我比較一個 很喜歡說話的人 我也是 想說一定聊天 什麼地方我都會聊天 即是說司機啊 你行啊 然後我又說 我做什麼 然後那些司機 好像聽過 那些 我們的名字又很記憶 然後我就說 原來是你 然後又會說 我有空幫你說 然後又會說 你聽了不同的人給你的意見 你又可能會自己想到一些事情 因為你自己 其實我覺得創業 你不去聽別人說話 只是躲在辦公室 自己在想怎樣 去升級自己 其實想來想去 都是好像 跟回自己本身 一開始的方向 但是其實你要慢慢 調整一下 一邊調整一下 很多創業者都是 無論你的性格是怎樣 你性格就不擔心 你都會出來 跟別人聊天 但有些朋友是比較內向 因為我們之前的嘉賓也是 比較內向的 但都是啦 做老闆的 都要把頭髮出來 見一下不同的人 或者可能去 就算這樣聊天也好 都可能對你的生意 有些新的ideas 都可以有很大的進步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訪問嘉賓 你講一下 我們有些不同的ideas 對呀 可以拿來用 都是希望大家做生意的朋友 因為這樣的原因 認識到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knowledge也好 不同的分明也好 你的生意越做越好 謝謝 對呀 很開心 認識到一個做劫的朋友 我希望自己都可以用到 去旅行 謝謝大家 分享了你的生意 還有一個特別的服務 希望下次你們去旅行 可以找Eugenia 去做劫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